ONE NORE COME ON 下午茶時間 桌上這些滿滿的小吃 全部都是我的愛店 很臭 我學生時代超愛吃的 那首先呢 很多家王母娘娘廟臭豆腐 還有王母娘娘廟麵線 因為它賣的是臭豆腐跟麵線 它是全素的 好 來可以試試看 好 臭豆腐好好吃 看來你的泡菜要塞進臭豆腐裡面吃 這個在台北一定是名店 這個真的很好吃 味道啊泡菜啊 就是 台灣味臭豆腐 沒什麼好評價 就是好吃 接下來就是 我從來沒有吃過它的粽子 因為當我姐快到了 所以也要跟大家開箱一下 好吃嗎 有亮 噔噔噔噔噔 canon 取噔噔噔噔噔 裡面的料有 causal 豆皮片嗎 両喔這個好媚念喔 肉乾 還有鷹嘴豆 這個味道 雖然沒有那個 平常吃的肉粽那種 肉燥味 但是很香 因為它叫來鄉村 然後整個讓你覺得 全身是很豐富的 你不會覺得很難吃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真的 真的可以當點心 因為阿嬤會蒸好在那邊 然後你去甜麵玩玩 然後阿嬤就說去吃個粽子的味道 重點它還是南部粽 而且 南部粽是第一名 接下來來試試看麵線 它有香菜喔 要加香菜啦 香菜 這家我會去Google Mac上打五星等級 五顆星齁 對 好好吃喔 欸真的好好吃喔 是不是 我會臣服於這個素食底下 我跟你講 他們家呢 跟隔壁的抓餅店是一起的 你通常去吃這邊的臭豆腐跟麵線去 一定要配它的抓餅 還有煎餃 這是原味抓餅嗎 這是九層塔抓餅 好香喔 我覺得抓餅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冷掉 然後很油 不好吃 這個冷掉 很好吃耶 它的九層塔會蘸蛋的 不會整個搶過來 然後 鹹度來講都很夠 它沒有沾任何醬 然後我覺得很棒 很讚耶 請繼續講完沒吃完 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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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黑黑在拍的時候一直在吞口水 我在拍特寫啊 他一直跟我吞口水 好吃完蔥丸餅之後我來試試看他們的煎餃 雖然會覺得好像欠缺一點蝦米的味道 哈哈 但我覺得因為它的高麗菜很清甜 所以你就覺得不會那麼覺得很充足缺少那個蝦米 因為一般來說是因為那個高麗菜的甜味沒有出來 或是因為那個調味不好 你就覺得要蝦米或是一些肉的體味 因為那種煎餃店的那個高麗菜都是那種乾乾然後一絲一絲的 就只是為了點綴那些肉放進去的 可是這個就是完美都是清爽的高麗菜 而且是甜甜的高麗菜 很好吃耶 我這家店除了好吃 這兩家是不是絕對 就是王母娘娘組合 王母娘娘素食組合 我沒有任何貨面評價 無話可說 就是 你是婚食者來花蓮環抱小旅行 一定必取 王母娘娘娘組合 好吃 就吃就對了 讚讚 全世界最營養的食物 天貝 第二個是納豆 第三個就是豆腐 超想吃這個 我覺得這個賣給女生吃 我覺得會很受歡迎